砰,猛地一响关门声,硬生生将正在睡梦中的老臣惊醒,猛地起身,以为家里是禁贼了,下意识想要叫醒旁边的妻子,却没想到自己旁边竟然空空如也。 自己妻子去哪里,难不成又去上坟了?老臣心里几个问号升起,早在几个月之前,妻子隐约间有出现异样,说不出来的感觉,有些时候的晚上他都要出去给他父母亲上坟。 起初,妻子也叫过老臣过去,可是大半夜的,谁又愿意去墓地呢?没几次,老臣便不愿意去了,然而妻子却还是乐此不疲。 几次还好,现在没过几天就去一次,敢问哪有人有事没事去上坟的,这就由不得老臣心生怀疑了。 难道这婆娘外面有人了?老臣心里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不行,得跟过去看个明白,探个究竟。 说一不二,老臣立刻起身。 深夜,农村的路边已经看不见几个人影了,走在路上的老臣巴布得没有人影,毕竟这个点出现的也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摸着黑,凭着记忆,老臣慢慢往前走去,不敢开灯,怕是惊扰了妻子。 不过,身前身后都是一片黑,这又惊得老臣加快了脚步,倒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老臣很快便看见了前方有灯光。 应该就是妻子的了,看来她还没有去到墓地吧。 老臣这一想,又悄咪咪地加快了脚步,紧紧跟随在妻子十米远的地方,不敢太近因为怕被发现,不敢太远因为怕跟丢了。 毕竟老臣也不敢保证妻子究竟是不是去上坟。 如此一想,老臣静悄悄地跟在妻子十米远的地方。 距离墓地还有一段距离,妻子不紧不慢地走着,倒是老臣开始有点吃力了。 没想到这大晚上,这婆娘竟然有如此精力,竟然把老臣这个大汉子差点给累坏了。 虽然有些累,不过老臣基本确定了,这个放心的确是去妻子父母亲的目的的,但是这镜头倒不像去上坟的。 这不禁又让老臣心里惶惶的。 如果真的如自己所想,等一下该怎么办,直接揭穿他们,还是秋后算账,老臣转念一想,他们两个人,而自己只有一个人, 要是当面拆穿,恐怕会对自己的形势不利,不如留点证据,到时候他想赖也赖不掉了。 这么一想,老臣心里也有了些底。 走着走着,老臣忽然看见前方一片亮光,并且偶尔伴随一阵轰隆的汽车的声音, 看来应该是到国道附近了,穿过国道,再走一段山路就是目的地了。 忽然间,老臣紧张了起来,看着前方的人影,这哪里是自己的妻子? 在路灯的照耀下,前方的人影暴露无遗,一个身材魁大的男人。 这,老臣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般。 感情自己走了,一路都是白费吗? 正当老臣准备放弃,却看见这个男人静止穿过国道, 直接进了山路口里面,这又似乎让老臣想明白了什么。 难不成这家伙也失去墓地吗? 或许大家的墓地地是一致的呢? 即便是老臣想多了,又不影响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妻子。 这门心三连问之下,老臣像一只老狐狸一般眯起眼睛, 眼角闪过一丝皎洁的光芒。 老臣也跟着穿过了国道,进了山里。 紧接着又跟在男人十米处的地方, 紧房被发现,只是越走, 男人里妻子父母亲的墓地又进了一步, 直到老臣看见不远处, 一块墓地上亮着一丝微弱的烛火, 旁边跪着一个女人, 紧接着男人手里的电筒光照了过去。 女人回头一看,老臣也看清了其模样, 真的是自己的老婆。 而且,婆娘看着男人的眼神忽然多了一丝魅意, 这看得老臣心里的火气直冒三丈。 然而,婆娘又往男人身后看了看, 这下的老臣赶紧找到一块草丛塌下, 生怕被发现了。 在这种荒郊野外,要是被这对狗男女发现了, 只怕自己今晚就栽在这里了。 你是不是带人来了? 婆娘问了一句, 老臣一惊,难道被发现了? 哪里有人,男人向后面看了看, 耸耸肩,表示后面空无一人。 我希望你明白,我们现在做的可不是光彩都事情, 要是被人发现了,事情就大条了。 婆娘严肃地说, 好的好的,你放心,这事情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男人拍拍胸脯保证到。 然而,两人不知道的是, 躲在暗处的老臣早已经倾金抱起, 随时都可能抱走了。 只是老臣依旧不敢冲出去, 冲动是魔鬼, 现在出去只会让事情更加糟糕, 根本得不到任何解决。 继续潜伏? 行吧, 没人知道就好。 婆娘似乎没有发现老臣的存在。 货带够了吗? 这时,男人问道, 怎么你想一个人都吃完, 婆娘绕有兴趣地看着男人。 没有没有, 我这不是担心出问题吗? 要是没问题,那是最好的。 男人嬉皮笑脸地说, 货,什么货, 躲在暗处的老臣听得一愣一愣的, 愣是没明白他们讲的什么, 不过可以确定他们绝对在进行 某种见不得人的交易。 这里有五公斤, 具体怎么分, 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婆娘忽然态度180度转弯, 冷看着男人。 反而男人依旧一脸热情地 从婆娘手里 接过一个黑色袋子。 还有五公斤, 明天再来拿。 还有这玩意儿可别走漏风声了, 要不然大家都得掉脑袋了。 婆娘冷笑了一下, 明白明白, 男人连连点头就是, 明白了就先回去吧。 婆娘一说, 男人倒是十分自觉地离开了。 男人沿路返回, 老陈躲在草丛, 愣是一点声音也不敢发出来, 直到男人从旁边走了过去, 也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婆娘的存在, 好像老陈发现了婆娘一个 更加惊破天的秘密。 贩毒, 一个禁忌般的词汇 浮现在老陈的脑海之中。 要不是发现男人的声音 就是村东头那个老毒鬼的声音, 老陈打死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妻子 竟然干出这种事情。 怎么办? 老陈脑袋里一下子空白了。 另一边, 婆娘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然后也离开了, 留下老陈一个人 独自趴在草丛里, 直到好一会儿, 老陈才敢起身。 呆呆地看着妻子的离开 都方向老陈许久才说出来一句话, 先回去再说吧。 说吧, 也跟着离开了。 第二天, 妻子像往常一样, 早起做早饭, 看不出半点异样, 倒是问起来了 老陈昨晚去哪里了, 老陈只能找一个理由 搪塞过去。 一天之中, 老陈干啥都没劲, 似乎发现妻子的秘密后, 老陈都不知道该怎么 面对一个毒贩妻子了。 她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隐瞒着我, 老陈不敢想象 自己竟然跟一个极其恐怖的家伙 一起生活了十几年。 眨眼间就到了晚上, 婆娘又静悄悄地溜了出去, 这一次老陈没有再跟上去, 只是安安静静地打开灯, 出神地看着手里的手机。 110, 第一次, 如此郑重而又身负罪恶感。 老陈犹豫了, 可是最后还是打了出去。 该结束了, 你这罪恶的一生。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 请听第二个故事, 卷思量。 沈卷跟他女朋友来领结婚证, 我是公正元, 我盖的账。 我前男友, 他老婆, 还有我的名字, 一起留在了那个红本本上。 把结婚证递给他老婆的时候, 我眨了眨眼, 眼泪差点掉下来, 新婚快乐, 白头偕老。 前男友沈卷进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他女朋友挽着他, 女孩长发大眼, 很可爱, 一直摇晃着他的胳膊, 说说笑笑。 而他看他的眼神里, 有宠溺。 其实他们刚到门口的时候, 我就看见了。 同事推了我一下, 哇, 那对情侣长得好像明星。 男人在偏头打电话, 侧脸我只用余光扫了一眼, 就像有道闷雷密密麻麻地 从脑子里炸开来。 是审券? 我消失了四年的男朋友, 他跟我失去联系之前, 最后一条消息是, 明天叫你。 早饭拍图发给我看看, 我以前不爱吃早饭, 沈卷为了改我这个臭毛病, 什么方法都能用出来。 我如果不吃不发图, 他甚至还会隔着大阳彼岸, 远程给我下单点早饭。 而今天, 我又忘了吃。 胃里的刺痛感, 一阵又一阵。 沈卷顿了下脚步, 手里夹着烟, 唇角勾着, 扬了扬下巴, 示意女生先进去。 女生蹦蹦哒哒地进来, 问了问我同事, 就先跑过去, 灵表填表了。 我看着女生飞扬的发丝, 都洋溢着新婚快乐的情绪。 垂下眼, 指甲欠尽掌心, 无力感席卷全身, 像是有什么东西 从我身体里抽离了。 我扶着工作台, 试图站起来。 趁沈卷还没看到我, 我打算去请假。 你脸色好差, 怎么了? 小琴, 要不要帮你请个假? 同事询问我。 而这时, 娇俏女生询问道, 请问, 可以办理结婚登记了吗?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 举着手里的牌号, 我看下个就轮到我了呗, 可是半天没有喊到我。 我刚想说话, 一个身影走近她, 熟忍地敲了敲她的头。 男生懒淡, 还没到我们。 我手心湿漉漉的, 全是汗。 审核登记表的时候, 我眼睛都是滑的, 视线也有点模糊了。 我甚至感觉得到 审卷的眼神, 冷漠, 且不含半分感情。 甚至, 我就是像一个 从未进入她生活的 陌生人一样。 抱歉, 我马上回来。 我落荒而逃, 冲进厕所里。 冷水浇在我脸上的时候, 我冷静了下来。 我多想问问她, 为什么突然就音讯全无了? 为什么就不接电话, 也不回我短信了? 为什么就不要我了? 可是, 她现在身旁, 已经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两人都准备结婚领证了, 步入婚姻生活。 这种话, 无论如何, 我也问不出口。 返回工作台后, 我俨然恢复了工作状态, 审核, 网上提交资料, 一气呵成, 以平日里更快的速度 办完他们的资料。 结婚证打印好后, 我拿出我个人名字的公章, 准备盖下去的时候, 审券开口了, 音调凉凉, 语气意味深长, 业务挺熟练。 女生扑扑笑, 往她肩上捶了一下, 人家公证人员 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当然熟练了。 我深吸一口气, 张洛夏, 我的名字, 就这么跟我前男友 和他的新婚妻子 一起印在了他们的结婚证上。 我去探卫生间, 阿隽你等我一下。 许依依去卫生间了, 把包和正一股脑 塞进沈卷怀里。 沈卷懒洋洋地笑, 眼神依然很宠。 四年前, 她也是这么看我的。 大学回寝室的路上, 我说我上去了。 她不乐意, 直接就在寝室楼下亲我。 谁在那儿? 宿舍阿姨的询问声响起。 她把我推到管理室后边的墙上, 压着我继续亲, 男生唇角地笑半分明亮, 半分张扬, 琴思。 毕业了, 咱们去领证。 我被她这话吓得逃窜回寝室, 晚上却又忍不住给她发消息问她, 真的吗? 隔了会儿, 她回我。 嗯。 今天办结婚登记的人很少。 审券办完后, 后面就没有人了。 她大概也知道我不忙, 故意靠着工作台旁的椅子坐着。 玩手机, 另一只胳膊搭在柜面上, 手指慢悠悠敲击着桌面。 我有些无奈, 麻烦你去大厅里坐好吗? 她不为所动, 我又催促了一遍。 最后她撩起眼皮看我, 语气无礼又蛮横, 不是没人吗? 我忍着火气, 那麻烦评价一下我的服务。 她低吃了声, 双手收了点, 放下手机, 手肘全搭在桌面上。 笑容恶劣, 也就一般。 不满意的话, 那你可以投诉我。 审券, 几年没见, 你怎么还是一如既往的心口不一? 我震惊地看着她, 她是怎么坦然自若地说出 几年没见这几个字的。 许依依出来了, 审券起身, 两人离开。 直到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我才看到桌面的废纸上, 有一串电话号码。 是沈卷的笔记, 那也是她的新号码。 刚才在表格上, 其实我已经看到了。 其实跟沈卷失去联系后, 我把她身边的朋友全部问遍了。 她的好友告诉我, 她身边的朋友, 没人知道她在跟我谈恋爱。 而且, 她所有的朋友都知道, 沈卷其实最恨一个女生, 那个人姓秦, 名思, 也就是我。 如果说她恨我, 抛弃我, 而现在跟别的女生登记结婚, 都是为了报复我。 那给我留的这串电话号码, 又是什么意思呢? 无论什么意思, 她已经走出我的生活了。 我将废纸揉成一团, 扔进碎纸机, 就像在跟我和她的过去告别一样。 晚上回到家, 出租房里, 烟味酒味呛鼻, 我去拉窗帘, 沙发上的人动了下。 嘶嘶, 她被惊醒, 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 一脸局促地笑, 不好意思, 喝多了又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蹲下身, 收拾酒瓶和满桌子的烟头。 爸, 没关系, 只是我平时上班没时间陪你, 晚上咱们出去走走好不好。 总闷在家里, 对身体不好。 我爸笑咪咪的, 好。 好啊, 待会儿吃了晚饭, 咱们一起出去走走。 她突然又想起来什么, 走到厨房端出来一份很小很小的蛋糕, 昨天你过生日, 我买回来的时候, 你都睡了。 快来快来, 腰腰来吹蜡烛。 祝我乖乖腰儿26岁生日快乐。 我们老家长辈叫晚辈都爱称, 腰儿。 我爸也爱叫, 时间长了, 有时候就喊我腰腰, 全当小明了。 他小心翼翼地往上面插蛋糕, 眼角的褶子都淡了点。 我们腰儿每年都要有蛋糕吃的, 你还记不记得, 你16岁那年, 我让小李定的16层的蛋糕, 你可开心了。 那天呀, 你穿得跟小公主一样。 看着你在咱们家大厅里跳舞的样子, 我心都化了, 我接过蛋糕, 吹灭蜡烛, 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谢谢爸爸。 以后的每年, 都陪我过生日好不好。 我爸点点头, 突然站起来往阳台走。 喂, 老张啊, 找我谈生意。 好啊好啊, 我有空, 我看着他假装忙碌的样子。 他手机, 明明停机都快半年了。 四年前, 审券离开我的童年, 我爸公司成建的高速桥 发生垮塌事件。 六死八伤。 虽然花了大价钱, 请律师查明了真相, 这是跟我爸无关。 全是他合伙人吃回扣, 导致的工程质量不过关, 涉事人员 还包括其他相关行业。 因为货车超线运输, 多名交通, 公安人员也被调查。 但赔偿和罚金少不了。 我爸的事业一落千丈, 资金链断裂。 我们从云端的生活跌落到了谷底。 吃完蛋糕, 我带他下楼走了走。 小区不远处有一条夜市街, 夜市对面是一家五星级酒店。 杂乱的低等夜市, 昂贵闪亮的星级酒店。 只隔了一条马路, 却想隔着天欠。 我给我爸烤了个红薯, 刚赴完钱, 扭头人不见了。 我拿着滚烫的红薯, 都忘了那是刚出炉的, 吓得心脏砰砰直跳。 我甚至拿出手机来准备报警。 接对面一群人的叫骂声传了过来。 我当下便朝那边跑过去。 几个保安踢着地上的一个人, 我疯了一样地推开他们大吼, 拿出手机拍他们, 再动手, 我报警了。 一个穿着一身名牌的年轻人笑了起来, 也掏出手机拍我, 那巧了, 我们也报警了。 这老东西突然跑过来抱着我的车牌死命掰, 还说是他的。 我让保安拉开, 他还先动手。 找打。 他弯腰看了眼, 哟, 车都挂花了。 我, 你想说什么? 年轻人笑得抖尖, 装傻呀。 陪备, 还能怎么的? 我看了眼车牌, J888888。 是我爸, 公司出事前, 他的车牌号。 后来被法院拍卖了, 虽然只是两条指甲划痕, 但这车, 价值不菲。 我替我爸爸道歉, 我给你个地址。 我冷静下来, 修好我去付钱。 对方又笑, 知道修这车多少钱吗? 不会是什么城区的野鸡修车店吧? 我低头把电话号码写在纸上给他。 你这车, 2021款, Huricon STO, 三百九十万, 我知道。 对方看了眼纸条上的电话和地址, 不说话了。 那店是我以前一副二代朋友开的修车行, 审券跟他也认识, 也有股份。 这城里只要是有点权势的, 都认识他们。 那年轻人的女朋友却开口道, 不是, 你傻呀, 这种人你觉得会有可能认识陈兴艳? 那老的跟乞丐似的, 看着像碰瓷的。 我盯着他, 冷声道, 会说人话吗? 那女的声音立刻就拔高了。 怎么, 你家老疯子先闹事, 还有理了? 气氛瞬间又剑拔弩张起来, 那女生的几个好姐妹也围了过来。 第一, 有人按车喇叭了, 大概是我们挡着出酒店的路了。 我扶着我爸, 让开了一点。 一辆银色的宝石结, 缓缓从我们身边驶过。 驶出去机密后突然又倒回来。 车窗降下, 审券的脸和眼神。 此刻再次令我无比想逃顿。 他怎么会在这里? 跟我吵架的年轻人明显认识沈卷, 弯腰过来递烟。 哟, 卷哥你今天也在这边吃饭吗? 沈卷熄火停车, 激过烟含在唇边没接他的火, 出什么事? 年轻人笑了下, 小事, 两个无赖而已。 沈卷呕了声, 我有点受不了这么窘迫的氛围了, 刚把身体转过去。 就听见沈卷的声音, 秦司不是给你我的号码了。 怎么没打过来? 我回头, 跟他对视。 男人眼神平静, 语气里却是轻跳的。 我有些受不了他的语气和态度。 我跟你不熟。 不熟。 他手搭在车门上, 上午咱们不是刚见过。 就在我拿出手机, 准备直接转钱赔现金给对方的时候。 我爸又不对劲了。 他哒哒哒跑过去, 俯身仔细打量沈卷, 认出来后他一脸惊喜。 小沈, 你回来了? 沈卷含笑答, 是的, 伯父我回来了。 我把我爸往后拉, 生怕他跟沈卷多聊些什么。 我要给那个年轻人转钱, 但他却突然变了脸, 既然是卷哥朋友, 那也是我朋友, 算了算了。 他摆摆手, 又是看在沈卷的面子上。 可明明, 我跟他已经没有一点关系了呀。 我却突然执拗得厉害, 必须赔钱。 赔完钱, 你女朋友给我爸爸道歉。 那女生眼睛朝天翻了个白眼, 沈卷, 该赔钱得赔。 她声音不大不小, 足以让所有人都能听得到。 可该道歉, 自然也得道歉。 我不知道沈卷为什么还要帮我说话, 但对方确实道歉了。 道完歉后, 我朝沈卷导了线, 拉着爸爸准备离开。 沈卷却突然下车打开车门, 上车, 我送你们回去。 不用, 我拒绝。 但我爸明显又不配合我了, 笑眯眯地弯腰就进了车里。 坐在后座, 还催促我, 嘶嘶, 上车呀。 别让小沈等久了。 我看着我爸的情绪莫名平静了下来, 有些诧异。 难道他还以为我跟沈卷没分手? 我想坐后面, 沈卷先锁了后座车门, 坐前头。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语气不怎么和善。 我爸挺直了腰, 靠着一背。 和尚眼闭目养神, 手指一拍一合地打在膝盖上, 哼着他最喜欢的戏曲。 看着似乎精神了许多。 沈卷发动车子, 叔叔怎么回事? 我看着前方, 语气平静, 躁欲症, 三年前查出来的。 车子行驶了一段路, 沈卷突然冷笑道, 秦思。 你说, 这算不算报应? 我瞬间就红了眼眶, 报应我可以, 我爸是无辜的。 沈卷一踩刹车, 车停靠在路边。 他咬牙切齿, 似乎要咬碎我的骨, 报应你。 我觉得还不够啊, 毕竟你还活着。 而小七已经死了八年了。 小七是沈卷的亲妹妹, 她父母离婚后, 妹妹跟着妈妈姓, 随妈妈生活。 柳七死的时候, 是从我的教室楼上的天台上跳下去的。 她手机里, 有位编辑完的短信, 秦思, 我恨, 恨谁。 她没打完。 而在她跳楼的前三天, 我们在操场上发生过争执。 我给了她一耳光。 打完那一耳光后, 我重感冒, 请了三天病假。 而这三天里, 压垮柳七的, 是校园暴力。 那时候, 我家境好。 顺风顺水, 学校里所谓的狐朋狗友交了一堆。 他们以为我跟柳七有矛盾, 自以为是在帮我。 而就在这短短三天里, 柳七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校园暴力。 我病好回班级的那一天, 同学们还煞有介事地买了花送我。 就在鲜花和掌声中, 我习以为常地走回座位时, 窗外有一道黑影飞速掠过, 下坠皮肉触底的闷响。 柳七死了, 明明不是我干的。 我却承受了排山倒海的谩骂和猜忌。 那群围绕在我身边的朋友们, 此时也没有一个愿意站出来承担责任。 他们甚至直接把柳七的死推在了我身上。 说就是因为我那一巴掌。 可是我打柳七那一巴掌的原因, 我没办法说。 总不能忍死了, 我还往他身上泼脏水。 我爸给我换了学校。 离校的那一天, 我全身都在颤抖, 我甚至连手机和电脑都不敢看。 因为一点开, 就是铺天盖地的女生被校园暴力跳楼的新闻。 学校的贴吧里, 骂我的帖子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楼了。 爸爸接我那天, 天是灰色的, 我穿得很厚, 但是感觉浑身都是冷的。 风好像变成了爬虫, 嗖嗖直往骨头缝里钻。 他替我撑伞, 嗖嗖, 爸爸再问你一遍, 那个同学的死是你造成的吗? 我泪眼婆娑地抬头看着爸爸, 摇头, 一次比一次急促。 他摸了摸我的头, 好了, 爸爸知道了, 要你去不在乎每个人的看法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没做过, 就不要怕。 就算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不相信, 我相信你, 爸爸信你。 天塌了, 爸顶着。 他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捏了捏弓二头肌, 看到没, 爸爸最近健身了。 就是怕万一遇到你被欺负的时候, 说不定我还能亲自动手。 我靠近他怀里, 把额头抵在他胸膛上, 那里是温热的。 他轻拍着我后背, 腰腰, 有爸爸在, 谁也别想欺负我女儿。 换了学校, 爸爸还给我安排了最好的心理医生。 晚上我做噩梦, 醒来就看到我爸满是担忧的脸, 腰耳, 做噩梦了。 我点头, 心脏跳得几乎要溢出喉咙来。 我爸站起来, 对着空气, 就耍了一套军体拳。 滑稽又搞笑, 把我逗笑了。 他才放心, 爸爸把妖魔鬼怪赶跑了, 待会儿就会做甜甜的美梦了。 我哭笑不得, 爸, 我都多大了, 你还用骗小孩那一套。 他傲娇脸, 那可不。 在爸爸这里, 你永远都是小孩。 后来出了那件事, 爸爸垮了, 精神出现问题。 清醒的时候, 他会一脸愧疚, 趴在地上收拾碗的碎片。 一边收一边向我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妖儿。 是不是吓到你了? 下次爸爸要再发疯你, 就把我关进厕所里面好不好。 但他从来不会伤害我。 只是后来有一次发病他砸酒瓶子, 一个小碎片不小心溅到我脚踝上。 看到我出血的瞬间, 他就清醒了, 心疼地蹲下来给我上药, 贴窗口贴。 一个五十岁的大老爷们, 竟然就这么直接红了眼睛。 他搭掉眼泪, 嘶嘶, 他搓着手掌, 一脸局促和不知所措, 送我去疗养院吧。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反驳他, 你曾经可是霸总啊, 怎么能去那种地方? 而且你最近吃药好了不少了, 别瞎想。 我装作生气地唬他, 你再说这种话我可要生气了呀。 他唯唯懦懦地点头。 我打了个哈欠, 好了好了, 快休息吧, 我睡觉了。 我先行回了卧室, 一关上门, 我捂住嘴, 无声地嚎啕大哭。 我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帅气爸爸, 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可怜了呀? 沈卷将我们送到楼下后, 我爸下车的时候还在叙道, 小沈啊, 要不要上去喝点茶? 前两天我老朋友送了我点顶级好茶, 我挡住我爸, 谢谢你今天帮我解围。 以后就不用见了, 你已经结婚, 我现在也已经这个样子了。 咱们的事情一笔勾销吧。 一笔勾销? 他哼了声, 秦司, 我没打算就这么轻易放过你。 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差点憋不住情绪喊出来, 看到我爸疑惑地看过来, 立马压低了音量,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沈卷, 我已经够惨了。 这么多年, 你音讯全无, 一回来就已经跟别人领证。 好, 如果你是为了报复我, 我认, 但柳七的死不是我造成的。 沈卷打断我, 秦司, 不是你造成的, 但因你而死。 我语色, 说到底, 沈卷还是觉得我才是罪魁祸首。 无力感再次涌上来, 我安静下来, 看着他的眼睛, 那你还要怎么样? 到底还要我怎么做? 他伸手, 手压在我后颈, 促使我跟他离得更近了些。 我要你, 随叫随到。 我头皮发炸, 你有病吧? 你老婆, 沈卷摊了下手, 不用担心。 我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还是觉得无法忍受, 你把我当什么了? 他审视着我脸上的表情, 突然笑起来, 秦司, 你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 我又不会碰你。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他知道我对他的感情, 所以才会在我对他深情交付的时候, 抽身离去。 而现在, 他也仅仅只用一眼就看穿我, 我对他的爱意还未减退, 所以他要让我随时跟在他身旁, 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 见证他跟旁人的幸福, 让我长受爱而不得的痛苦。 可是, 沈卷, 我已经很痛了。 他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告诉我, 你爸的病需要专业治疗, 你跟我, 我可以安排最好的医生治好他, 刚好我有一个认识的心理医生, 最近从美国回来。 你的表现让我满意的话, 我甚至可以替他养老送终。 虽然这个根字暧昧得很, 但他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只是为了捉弄惩罚我。 在他眼中, 一个霸凌团体的始作俑者, 我根本不配活着。 我爸在楼梯上来回上下跑动着, 看着又有点无处发泄精力的样子了。 一想到受点委屈, 他就能够恢复原样, 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我心动了, 沈卷拿走我手机, 在上面输了一串数字, 想明白了, 打给我。 不过你要记着, 这是我给你的机会。 我沈卷要想收拾一个人, 有的是办法。 考虑了好几天, 白天上班的时候, 突然接到警察局的电话。 匆忙请假, 赶到警局后。 我爸一脸鼻青脸肿地坐在那里, 警察说他在公园跟人吵起来。 吵着吵着又动手了。 我又急又气, 我不是反锁门了吗? 你怎么跑出去的呀? 周围的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们。 我,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 爸, 说到后面的时候, 我已经带了哭腔, 你一个人别跑出去呀。 我一边拍打他身上的泥土, 拿纸擦掉他脸上的污渍。 你看看, 打不赢吃亏了吧? 我爸爸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 不知所措, 也抬手帮我擦眼泪, 对不起, 对不起, 别哭别哭。 爸爸再也不出门了, 我每天都乖乖在家里等你好不好。 要不, 要不你用铁链把我绑起来, 这样, 爸就不会跑出去了, 交罚款后。 打架那个人突然又反口了, 说要追究我爸的责任。 我还没有给我爸办理残疾症。 警察说, 如果是这种情况, 证明不了我爸的精神状态。 我爸可能会被拘留好几天。 我爸这个样子, 怎么能被关在这种地方? 病急乱投医。 我给沈隽打了电话, 第二遍才有人接, 他那头很吵, 像是在酒吧夜店之类的地方。 听到我声音后, 他说, 等一下。 两分钟后, 他那边安静下来。 我听到打火机点烟的声音, 紧接着把事情长话短说, 告诉给他了。 他恩了声, 我让人过来解决。 我看了眼还在闹的那个人, 那人闹得很凶, 非要我爸坐牢。 沈隽笑了声, 闹。 钱砸够了, 你看他还闹不闹。 我轻声道, 你不过来吗? 沈隽顿了下, 迟到, 琴思, 你又不是我老婆。 心脏, 狠狠疼了起来。 他见我没说话, 过了会儿又说道, 我这儿谈着事, 走不开。 我, 明天我去你公司找你。 他又笑, 去我公司干嘛。 我, 你不是要我跟着你吗? 沈隽咬着烟, 声音咬字, 有些含糊不清, 显得有几分吊儿郎当的, 要跟也是来家里跟。 许依依没做过家务, 你现在应该能干这些。 家务, 到现在我都还不太熟练。 去年刚学会做饭, 今年刚学会收纳整理。 从小被我爸含在嘴里怕话了, 放在手里怕掉了的。 当时跟我爸刚搬进这套小房子里时, 我俩吃的第一顿米饭都是家生的。 菜上泥巴都没洗干净, 盐也放多了。 我爸吃得很香, 家生的米饭都吃了两大碗。 没想到我家妖儿做饭这么有天分。 下次让爸来试试, 你那手细皮嫩肉的别被油烫坏了。 我哪敢让他拿刀。 他胳膊上自己划的那道口子, 差点见到骨头了。 缝了二十几针。 从那以后, 我把家里所有的刀具尖锐物品都藏了起来, 连镜子都拆了。 那次把他送到医院后, 我全身都是血。 他湿血过多, 皮肤都透着青白色。 我嘴皮都在抖, 秦海安, 你不是说还要看我结婚吗? 你不是还想抱孙子吗? 别睡啊, 我明天就去谈恋爱, 早点生个孙子让你抱抱。 他眼睛都睁不开的样子, 我凑近听他说话, 那可不行, 我女儿不能随便在街上找个男人就结婚, 你值得, 值得这世界上最好的男孩子, 我让他别说话了。 他几乎说不出来话了, 思思, 对不起, 爸爸没忍住, 回过神来的时候刀就划开手臂了, 好在是上天垂帘。 他没有夺走我爸爸, 他把他还给我了。 太出所理, 沈卷的人很快就到了, 是律师, 他先把名片递给我, 安慰我了一下, 然后找闹事那人聊了会儿, 不到十分钟, 他就告诉我, 事情解决了。 坐上他车后, 律师开车, 沈先生让我直接送您去他家里。 我原本有疑问, 但想想, 今天跟明天也没什么区别, 只是我爸, 那我爸, 律师, 您放心, 先送伯父到沈先生家最近的私人疗养院,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我突然有点手足无措, 我还没准备好, 他睡觉有些认床。 律师正色道, 秦小姐, 伯父需要专业治理, 肠痛不如短痛。 治疗效果好的话, 说不定很快就能出院了。 你这样, 反而是害了他。 我没话讲了, 之前送我爸去便宜的疗养院治过, 才一周, 他瘦了十斤。 要走的时候, 他突然抓着我的袖子, 思思我想回家, 带爸爸回家好不好。 爸爸一定不会再扔东西, 我保证。 我还是接他出院回家了, 吃药家自学的心理疏导, 平日我把他反锁在家里, 倒也没闹出什么事了。 像今天这样, 偷溜出家门打人的事情, 也是给我提了醒。 爸爸需要更专业的治疗了。 到疗养院的时候, 我看了演医院名字, 的确是市里最好的疗养院, 但治疗费不低。 爸爸一路上东张西望, 思思, 这是哪儿? 为什么要来医院? 我还没说话, 我爸就笑咪咪道, 这么贵的医院, 得花多少钱呀? 住院可以, 咱们去便宜点的吧。 我差点掉泪, 是审卷找的, 他有熟人, 所以我放心。 没事, 爸爸, 住院费我有办法解决。 安顿好后, 我隔着病房门窗户看了很久。 审卷找的医生安慰我, 放心, 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爸爸的。 这几年, 你爸爸这么严重的躁愈症病情, 能保持没有恶化, 说明你照顾的还是很好的。 情况顺利的话, 几个月你爸爸就可以出院了。 走出医院大门, 路边停着的车打了下双闪。 审卷, 我走过去, 习惯性地想坐后排, 但看了眼审卷的表情, 我还是坐在了副驾上。 你老婆, 沈卷, 她出国了。 我, 那你告诉过她, 我会过来的是没有? 毕竟我是你前女友,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你让我去你家, 她应该知情。 她, 说了, 她很忙。 再者, 只是家里多个保姆而已。 让你过来, 自然是每个月要给你发工资的。 审卷总能知道, 什么样的话, 最能戳痛我内心最不堪一击的地方。 我吸气, 平复好情绪, 我爸治疗的费用, 就从我工资里扣吧。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我都会做。 期限, 就到我爸爸出院那天。 可以吗? 打火机在他手里打开又合上。 火石摩擦的声音, 像击打在我心脏上。 他没有说话。 直到到了他家, 我解开安全带, 准备下车。 我听到审卷重新打开 打火机点烟的声音, 他低道, 看心情。 我的房间被安排在二楼角落, 审卷家原本就有钱。 他出国留学, 又是学的金融学, 大学期间他手里随便买的那几只股票 都足够普通人, 几辈子吃喝不愁。 房子很大, 跟我家以前的房屋格局很像。 三楼的花园阳台, 种满了扶桑花, 是我最喜欢的。 这种花, 一年四季能接连不断地开花, 花期很长。 只要它一直盛开, 就好像会终年不败, 仿佛生命力很顽强的样子。 如果不是我跟审卷 俩然仿佛人的地步, 我可能还会以为这是它为我种的, 只是这房子的女主人另有其人了。 我房间里所需要的东西一应俱全, 连女生拖鞋都准备好了, 还是粉色的兔子拖鞋。 看起来就算是当他家的保姆, 待遇也不会很糟。 早上我特意上好闹钟, 七点, 等收拾完结束后, 我刚要出门, 打开门, 愣了下, 新鲜蔬菜水果已经由生鲜店配送员送到。 把食材准备好后, 我就做了一份简单的早餐出来。 牛奶配麦片, 煎鸡蛋, 还弄了个很丑的三明治。 我去敲他的卧室门。 卧室门是虚掩的, 直接开了。 我没有进去, 只是站在门口, 审卷, 早饭做好了。 他整个人陷在被子里。 我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 就往里走了一点, 继续敲门, 审卷。 他动了下, 声音压压的, 鼻音很重, 什么事。 早饭好了, 把他叫醒了我就跑了。 十分钟审卷就起床, 看着眼下有青涩, 好像有些疲惫, 没怎么睡好的样子。 他看到我做的早饭, 你吃了? 我下意识地回答, 嗯, 吃了。 审卷端着牛奶喝了一口, 然后放下杯子, 这些过来吃了。 我压了声, 这是给你做的。 他挑了下眉, 吃了, 然后重新做一份。 他在关心我, 但随即, 我又很快否定我自己。 他怎么可能, 还会关心我? 审卷手机响了, 是他老婆打来的。 我坐下, 快速把早饭吃完, 然后回到厨房重新做的时候, 审卷蛋声道, 不用做了。 我去公司了, 我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刚下锅的一个煎鸡蛋, 已经滋滋作响, 凝固成形了。 审卷出门后, 我看着那个煎蛋, 其实我已经很饱了, 但是我还是坐下来, 一口一口吃干净了。 我想起当初我爸刚破产的那半年, 我爸找遍朋友借钱, 想东山再起, 无果。 圈子里所有人都知道我爸这事, 惠莫如深, 加上牵连出来一堆人。 那些人的家里人, 找人放话说, 随时要搞我们。 那段时间, 我爸手机收到几个朋友的接迹, 他看到后大发雷霆, 他们这是在打发要饭的吗? 我秦海安以前怎么对他们的? 他把那些人全删了, 可我们还欠别人的工程款, 268万不多。 但对现在的我们来说, 那是天文数字。 那段时间, 我学会了怎么在超市抢, 够便宜的蔬菜和鸡蛋。 鸡蛋打折的时候, 我能跟一群大爷大妈挤在一起, 抢得不亦乐乎。 沈卷家订的鸡蛋, 味道很好, 无均蛋。 以前家里有钱的时候, 我家阿姨也爱订这个牌子的鸡蛋。 我那时候挑嘴, 鸡蛋不爱吃, 牛奶也不爱喝。 而现在, 只要是没有变质的食物, 我都能吃下肚子。 吃完鸡蛋后, 我也准备去上班了。 刚收拾完, 审券的电话就进来了。 一副兴师问罪的语气, 去哪儿? 家里是有监控的, 他应该是看到我出门。 我, 去单位。 你放心, 我只是去申请长假。 马上就回来。 他没说话, 应该是默许了。 我又试探性地问, 我晚上能去看一下我爸吗? 他那边有人在跟他讲话。 我准备挂电话的时候, 他答了句, 可以, 等我回来, 一起过去。 我, 不用耽误你。 他哼了声, 你爸看到我很高兴, 这对情绪治疗也有帮助, 我顺便过去医院谈试而已。 哦, 原来只是这样子。 去单位填完表, 申请长假后, 我去超市又买了些食材。 其实, 以前是富二代的时候, 也是一个胸无大志的富二代。 我曾经想象着, 跟沈隽结婚后, 我当一个贤妻良母, 洗手做羹汤。 反正家里有钱, 不需要我努力。 但现在看来, 这种想法太可笑了。 现在虽然真的洗手做羹汤了, 但却是沈隽家的保姆。 不管他怎么对我, 等我爸治好病, 我就带他离开这座城市, 找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 找一份普通的工作, 再找一个平凡的男生结婚。 安安静静过完这一辈子, 下午收拾房子打扫的时候, 我打扫到审券的卧室。 打扫完发现有点奇怪, 这个屋子里, 除了我的, 没有一样女性用品, 或者是他国内的新房, 他老婆还没来得及住, 就出国了。 晚上做好饭菜后, 审券到家。 他拿筷子尝了一口, 我期待地看着他, 合胃口吗? 他刚要点头, 随即又不耐烦道, 就这种手艺。 秦司, 你这么多年, 还以为自己是千金小姐。 清醒点, 行吗? 我无语, 转身白了他一眼。 我看你吃得明明也很香啊。 我正要洗碗的时候, 他又不耐烦了, 放着, 在单个会儿医院关门了。 我慌了, 放下盘子就要解围裙。 盘子上有洗洁 手滑一下子就摔在了地上。 我去剪碎片, 不出所料的, 被割伤了手。 审券已经站在我面前, 垂眸看着我。 脸部的阴影令我看不清楚 他此刻的表情。 秦司, 他声音很低, 你故意的吗? 我头也不抬的, 我有病吗? 这么疼? 我打小就怕疼, 还娇气。 大学住寝室削苹果, 削到手了那一次, 哭了好半天。 那时候, 审券还没出国。 我俩一个学校, 他明明还在上课, 直接翘了课, 到楼下打电话, 喊我下去。 我红着眼眶下楼, 他替我贴好窗口贴, 捏了捏我的脸。 什么也没说, 然后开车带我去游乐场玩了一整天, 哄我。 现在想起来, 觉得自己那时候可真矫情, 甚至失去审券消息后很长一段间, 我还觉得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矫情, 审券烦我了。 所以, 我爸出事后, 我逼着自己快速成长, 从一个娇生惯养的矫情女生, 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没考上编制的时候, 我每天去商场蹭无线网刷题, 还遇到了几个大学里不怎么对付的同学, 他们见我穿得寒酸, 三两句就聊起我爸差点坐牢的事, 还问我现在过的冠平民生活不, 还有女生故意捡我最痛的点戳, 你男朋友审券呢? 大学不是都快把你供起来了吗? 怎么? 现在不见人影了? 你家都这样了, 他没出来帮帮你。 旁边一个女生笑起来, 你不知道, 沈卷早就有新女朋友了。 我这才从麻木中回过沈来, 你说什么? 那女生在朋友圈划了好半天, 诺, 我朋友跟她在美国一个学校, 上个月他们学校开party, 好像看到沈卷跟她新女朋友了。 我抢过手机来, 模糊的镜头下, 远处一个身影, 让我呼吸都差点停滞。 就是她, 收拾好盘子碎片后, 我坐上沈卷的车, 她车速很慢, 我问她, 所以你跟我谈恋爱, 其实就只是为了报复我。 沈卷, 当然。 我笑了声, 报复我的方式这么多, 你把你自己搭上干嘛? 亲我的时候不觉得烦吗? 沈卷? 嗯, 是挺烦的。 我, 我们分手后, 你是不是谈了新女朋友? 是个短发女孩的? 她毫不掩饰, 跟你分手后。 我谈了很多个, 你说哪个? 我扭过头去, 看向窗外, 再也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 我见到我爸爸了, 他在这里好像待得真的很不错。 见到他的时候, 他在医院花园里 跟旁边一个病人聊天, 两人聊得很投机的模样, 我爸还比划着动作, 就像他以前参加开会演讲, 激情澎湃的模样。 我走上前去, 轻轻喊了他一声, 爸。 他转身, 满面春风, 嘶嘶。 哟, 小沈也来了。 沈卷点点头。 我挽着爸爸走到一旁, 找了个长椅坐下, 趁没人的时候, 拉起他袖子看了看, 松了口气。 我爸爸笑我, 这医院跟之前的不一样, 不会动不动就给我穿束缚衣, 榜首。 医生护士都特别好, 他喋喋不休, 吃得也很满意, 应该很快就能出院。 我把头靠在他肩膀上, 嗯, 那爸爸, 我等你出院。 等你出院了, 咱们搬去海边住好不好啊? 我爸, 好啊, 他突然又问道, 不过你以后应该要跟着沈卷住吧。 等你们俩结婚了, 先商量好, 如果要去海滨城市定居, 那当然最好了, 他越说越离谱, 那爸爸得快点出院找份工作赚钱了。 不然等你结婚, 爸爸连像样的嫁妆都拿不出来。 我鼻子有点酸, 低道, 不用了, 嫁妆我自己攒。 他故意凶巴巴的, 我秦海安的女儿, 嫁妆还需要自己攒, 说出去都, 他突然顿了下, 我都忘了, 我现在是个穷光蛋一个。 他低下头, 手捧着头, 情绪又开始变化了, 我看到他手背上的青筋抱起又平复, 对不起, 对不起, 嘶嘶对不起, 爸爸现在是个废物。 废物。 他音量越来越高, 站在走廊边跟医生聊天的沈卷, 也看了过来。 我爸突然起身, 大步来回踱步。 一边来回走, 一边情绪激动地大声说话, 我想上前, 胳膊被人拉住。 沈卷示意, 我先离开, 先别过去了。 许医生在, 放心, 没事。 离开医院后, 沈卷一边开车, 一边看了眼我, 暂时先别去医院了。 等他这个阶段治疗结束, 再去看他, 免得他看到你情绪起伏太大。 虽然很担心, 但是沈卷找的医生, 我还是比较信任的。 我也只有尽量等下个阶段, 再去看望他。 可能是沈卷发了善心,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也没有太过为难我。 除了口味有些挑剔, 有点解体外, 总的来说, 我们算是平安无事。 冬至。 沈卷的朋友, 弄了十几斤新鲜羊肉送来, 我计划做成羊肉饺子和煮羊肉汤锅, 剩下来的拿来烧烤。 可能是沈卷觉得我平时做家务动作太慢了, 每次我做饭或者打扫家务的时候, 总会多出几个人来帮忙。 他们干活很棒, 所以就这么被沈卷留了下来。 有好几天, 我甚至以为沈卷是已经烦我了, 所以在找人随时准备代替我。 但我目前不能被替代, 因为我爸还没完全康复。 包完饺子, 我装了一些准备带去给爸爸, 他病情稳定了不少了。 医生说再过半个月就能出院, 我爸吃得很高兴, 一口一个, 嘴巴塞得满满当当, 像小孩一样。 等爸出院了, 你跟沈卷就办婚事怎么样? 我笑得勉强, 再说吧。 爸爸用手指戳了下我嘴角, 小丫头又吵架了。 我摇头, 爸爸清了下嗓子, 吵架那也是沈卷的不对。 我战你, 我扑齿笑出来, 这么无脑啊, 万一是我不对呢? 爸爸, 不可能, 你是我女儿, 我了解你, 因为快接近熄灯时间了, 我俩偷偷蹲在床旁边的地上, 把台灯调到最暗。 我爸压低嗓门, 嘶嘶, 你生下来的时候, 早产, 巴掌大, 可把我心疼坏了, 那时候生怕你活不下来。 你妈妈走得早, 那时候你才两岁, 你懂啥呀? 你什么都不懂, 揪着我的衣服, 要妈妈要妈妈买糖糖吃, 我抱着你。 我秦海安发誓, 这辈子要把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你面前来。 我秦海安的女儿, 那就是小公主呀。 我要宠着你, 我还要你身边的人都宠着你。 他叹了口长气, 神色有些黯然, 可惜爸爸失败了。 我摇头, 没关系, 你带给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已经足够富足了。 爸爸, 我不需要那些也能够好好活下去, 所以答应我, 你也要, 行吗? 他展颜笑起来, 花白的头发似乎都看着精神了许多, 行, 咱们从头再来。 我也笑, 出院那天, 我帮你把头发染一染。 我爸一抹头皮, 开始装帅, 我觉得白了也还行, 毕竟爸爸底子好。 医院允许我爸在最后治疗前出院几天, 因为要过年了。 我也不想他一个人在冷冰冰的医院度过, 打算接他回家。 但没过几天, 我跟沈娟吵架了。 那天去逛完超市, 收到亲戚的短信, 他让我去相亲, 说是跟我一个学校的。 我点开照片, 还真是一个学校的。 甚至还一个班, 是陈明。 还说他已经在咖啡店等我。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我亲戚擅自帮我约相亲的了。 看在那家咖啡店离我不远, 我准备过去说一声, 然后再回去。 陈明在店里, 老远就看到我, 站起来冲我挥手, 思思。 闲聊一阵后, 陈明问我, 思思, 我刚从亲戚那里知道, 你没有跟沈娟在一起, 我还听说, 沈娟都结婚了。 大学看你们这么好, 还以为毕业了一定会结婚。 是啊, 那时候我也以为我们会结婚。 可惜, 沈娟从头到尾就没喜欢过我。 陈明挠了下头, 思思, 其实我想问, 我可以追你吗? 我看他一眼, 刚想拒绝, 他有点磕巴道。 思思, 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这次少年一样诚挚的表白, 让我有些动容, 原地踏步的只有我。 沈娟早就有了新生活, 我还在迷路。 陈明甚至还把身后藏着的花捧出来, 思思, 我一定一定对你好。 我, 可我不确定, 陈明, 没关系的, 我追你, 那是我的事。 陈明开车, 送我到太湖山庄, 我怕他误会, 我在这边工作, 不是我的房子。 我现在很穷, 你应该听说了。 他黑黑笑, 没事的, 只要人还在, 那都不是事。 他非要送我到门口。 我怕被审券看到, 让他停在山庄外就行了。 陈明, 看这还有这么长一段路, 你还抱花? 我陪你吧。 我推辞不过, 让他送我走到一半就行了。 我俩沿着路边走边聊, 聊起大学时候的事情, 聊起大义军训。 而这时, 身后响起一声无理之极的汽车鸣笛声。 车窗半下, 车子飞快掠过。 是沈隽。 他甚至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我觉得忐忑, 但很快又觉得, 我们现在并没有其他纠葛。 他结婚了, 我谈恋爱, 也是可以的吧。 没道理我还在原地死守着出不来。 就算沈隽没结婚, 我俩也不可能在一起了。 柳妻的事, 是横在他心头的一根刺。 虽然我说过, 我无辜。 但沈隽觉得, 那群人的行为因我而起。 我好像, 也不那么无辜。 陈明送到一半我就不让他送了。 我进屋, 地上有酒杯摔碎了。 我打扫干净, 进厨房做饭。 沈隽大概在楼上。 煮汤的时候, 身后突然响起脚步声, 紧接着便是手臂被人大力攥住, 然后直接被拖到冰箱前抵押住。 沈隽眼睛都是红的, 身上也有酒味, 他呼吸也是急的。 我有被吓到, 但挣脱不了。 在他低头那瞬间, 我偏头躲过了, 他的唇落在耳侧。 我在发抖, 沈隽, 沈隽, 你有老婆, 你结婚了。 他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 琴丝, 你凭什么? 沈隽离开了, 我手还在抖。 他刚才那样, 到底是想做什么? 我觉得再待下去不太妙, 准备回房间收拾东西, 离开他家。 虽然剩下的阶段治疗费用不低, 但凑一凑, 还是勉强能凑出来的。 这个月分期欠人家的工程款, 只能挪到下个月了。 我刚刚要回卧室, 就听到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 阿隽呢? 我回答, 她, 她在卧室。 那女人五官轮廓, 跟沈隽有几分像, 大双眼皮, 高挺鼻梁, 只是要柔和一点。 她看到我后, 突然叫出我名字, 秦司。 我点头, 她接着说话, 我是沈隽的小姨, 也是七七的小姨。 她语气其实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 却令我不由自主想逃。 她在沙发上坐下, 笑了下, 秦司。 你怎么敢的呀, 还敢出现在阿隽面前? 我脑子嗡的一下。 如果是以前的我, 我会理直气壮地说, 柳七的死, 不是我造成的, 麻烦你去找别人。 但沈隽说, 不是我造成的, 却因为我而死。 我不无辜。 如果我以前没那么多朋友, 我不那么张扬, 面对朋友的不公正行为 能够第一时间指正直指。 或许, 或许柳七就不会死了。 沈隽小姨不小心把茶撒了, 我下意识地走过去打扫。 她说, 秦司, 我以前看见过你, 在大学。 你一身名牌, 随便一个包都是上万块, 你身边簇拥着同学好友, 你还笑得那么阳光朝气。 她话头一转, 一一之前出国了, 前阵子我还挺担心阿隽的生活, 没人照顾。 她说她请了保姆。 她笑得很冷, 没想到, 那个保姆就是你。 我心脏一抽, 假装不在意, 我帮你去叫她。 这时, 我爸到了, 医院的人送她过来的。 我原本是让我爸 直接回先前的家, 不知道为什么 医院擅自送到这里来。 我爸换了一身便服, 精神抖擞地站在门口。 我上前拉着我爸, 想带她离开这里。 她看到沈卷的小姨了, 主动走过去打招呼, 你好, 我是思思的爸爸。 沈卷小姨笑笑, 我是沈卷的小姨。 我爸话匣子立刻就打开了, 你好你好, 我家思思虽然平时浇惯了点, 但她善良又懂事。 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挺合适的。 我疯了。 沈卷小姨一脸的难以置信, 在一起。 谁? 沈卷跟秦思? 我什么话也没说, 拼命拽着我爸的手, 让他起来。 沈卷小姨, 秦思, 你连你父亲都骗。 沈卷有老婆的事, 你没告诉他。 我咬牙, 你闭嘴, 他咄咄逼人, 你来阿卷这里当保姆而已。 我爸脸上的笑意也淡了, 我用力握着他的手, 拼命要他看着我。 我好怕他又发病。 沈卷小姨还要继续说话。 小姨, 男生打断他。 我牙齿都有点发颤, 爸, 爸, 平静一下, 我们先回家好不好。 先回家, 别在这里, 求求你, 我爸脸部的肌肉抽动了几下。 最后, 看到我脸上的表情, 最后慢慢平静下来。 他声音很轻, 眼里的光暗了, 爸爸没事, 别怕, 别怕。 夭夭, 我们回家。 爸爸跟你回家。 沈卷在后面叫我名字。 我把钥匙 还有沈卷给我采购的银行卡什么的, 全部放桌子上。 明天我就不来了。 谢谢你的帮助。 我带着爸爸 几乎逃一样地离开了沈家。 回到家里后, 我爸没有再提起这件事。 刚才被沈卷小姨 侮辱的事情似乎从未发生过。 他有说有笑地跟我聊天, 回家后还主动打扫起了卫生。 再过几天, 就是大年夜了。 已经是我跟爸爸在这个家过的第四个年头。 老家的亲戚早就断绝来往了。 有些念旧情的亲戚, 我们也没敢来往, 怕要债得早上门去。 晚上我俩出去六万, 夜市已经在卖烟花爆竹了。 小时候我被火星子烫过, 只敢看, 不敢点。 每次就是买来后, 我捂着耳朵躲得远远的。 我爸去点, 我在旁边尖叫欢呼。 老小区不允许燃放大型烟花爆竹, 我们只买了点便宜的仙女棒。 手机在响, 是审券打来的。 我没接, 把她拉黑删除了, 她又换电话号码来打。 最后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除夕, 在家里等你, 最后一次见面了。 那个医生要回美国, 我给你安排了另外一个医生, 见完面以后, 我就不插手你的事。 她总是知道 怎么拿捏我最精准。 刚好我有些行李, 没来得及收拾完。 这几天, 早上我跟我爸一起出去跑步, 健身。 跑着跑着, 她会凑到钓鱼的旁边看, 然后又跟人聊起来。 这次没跟人吵了, 聊得高兴了, 还互相留了对方的电话号码。 她好像恢复得很好。 回去的路上, 我把她手机号重新开通了。 手机足足响了半天才停。 我告诉她, 直接清空消息吧, 别管以前的事了。 她点头, 单位的价也取消了。 生活重新进入正规。 快中午休息的时候 收到我爸的自拍, 看爸爸帅不帅。 我直接被逗笑, 贼帅。 她打字很慢, 直接回的语音, 好巧啊,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过了会儿, 她又给我拍照, 一个毛茸茸的褐色肉坨 缩成一团。 不知道是哪家的仓鼠跑到我家来了。 我爸笑, 我记得小时候你养了只兔子, 死了后就哭着嚷嚷, 再也不养这些了。 不过, 仓鼠应该吃不了多少东西吧? 要不要养? 肥球被留下来了。 我爸整天趴在笼子前, 看他跑圈圈, 傻乐。 我觉得好像对他的病情更有帮助了。 他吃着饭都会给肥球喂几粒米, 然后把腮帮子塞得鼓鼓囊囊的。 我少给他吃这种黏乎乎的, 喂点硬的。 我爸嘿嘿笑, 好好。 你看他, 跟你小时候一样贪吃。 你小时候胖的呀, 胳膊都是藕结。 我称怪道, 还不是你生怕我饿着, 没事就让人为我吃东西。 胖胖得多可爱呀。 你看你现在, 下巴瘦得跟啥一样了。 手腕也是, 摸着胳骨头。 爸, 明天除夕夜你在家等我回来吃年夜饭。 我刨了一大口米饭, 我办点事就回来。 他头也不抬的, 继续逗着小仓鼠。 脸上笑意灿烂, 哎哎, 你早点回, 饺子凉了不好吃。 第二天出门临走的时候, 我爸包饺子。 不熟练, 但看样子还挺像模像样的。 关门他还问我, 腰儿, 下多少个饺子? 八个吧。 到沈眷家已经一小时后了, 到处都堵车。 到了后他却不在家。 家里有新阿姨了, 他招呼我坐下, 让我再等等, 沈先生还在酒店跟他老婆和家人吃团年饭, 估计得还有一会儿。 他老婆回国了。 我没给他打电话, 怕他老婆看到会误会。 等了会儿他约的新医生都到了。 我把我爸之前的病例档案跟资料重新交给他, 然后聊了下我爸的病情。 最后连医生都走了, 审券还没到。 我给他发短信, 告诉他我准备回家了。 他回我信息, 在路上, 等我。 有事告诉你, 半小时前, 我爸还给我录了个视频, 跟医生聊完后才看到。 他把手机立在旁边。 我看到他点燃了仙女棒, 然后在天台上像个小孩一样摇摇晃晃还嘚瑟, 妖儿你看, 多好看, 漂亮吧。 他的脸被照得明亮又温暖, 透过镜头好像看到我了一样, 小公主。 爸爸祝你新的一年, 平安喜乐, 越来越快乐。 仙女棒的火花很快就燃尽了, 画面归于黑暗。 视频里突然没声音了, 过了会儿, 我爸走过来。 我看到他脸上露出又哭又笑的奇怪表情, 像是两个人在他身体里争夺控制权一样。 他转过脸来, 另一半的脸上有泪痕, 充满了悲伤, 肥球不动了, 我怎么弄他都不起来。 妖儿, 他死了, 我感觉心脏都停止跳动了。 他哭着, 遥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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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真的扛不住了呀, 爸爸没用, 爸爸是懦夫。 爸爸好想陪着你, 但是真的好累好累, 在我死死闭上眼前。 一个身影, 飞快地, 毫无预兆地冲向了天台翻了下去。 骗人的吧, 我站起身, 脚是软的, 脑子是昏的, 感觉周围的事物都在天旋地转。 我继续打他的手机, 打到十七个的时候, 有人接了, 是警察。 那个医生还没走远, 在门口打电话。 我差点跪下去, 麻烦, 麻烦送我回家。 那个医生把我扶起来, 出什么事了? 我牙关颤得几乎说不出来正常话。 我爸爸, 我爸爸, 医生没多问, 一踩油门开车。 路上, 他接到审卷的电话, 没听清说了什么。 我一直在抖, 抖得厉害。 我得回去吃饺子, 不是说了要等我吗? 你就这么扔下我。 这世界上, 以后就再也没人帮我撑腰了。 到家了, 楼下围满了人, 我看到地上一滩触目惊心的血迹, 尸体被拉走了。 警察不让我上楼, 趁人不注意, 我还是偷跑了上去, 然后反锁上门。 桌子上摆着凉透了的饺子, 半瓶老白干。 我数了下, 十六个。 我给自己倒了半杯白酒, 对着他的杯子碰了下, 一口下肚, 烧得我泪眼模糊。 我低声, 都说了只吃八个了。 我突然跑进屋子里, 找出一个盒子。 盒子里是心愿券, 那是他生日我送给他的。 第二年我生日, 他又重新送给我。 他说, 以后我无论有多少心愿, 他都会替我实现。 我低头写字, 希望爸爸回来。 然后低头许愿, 睁眼, 又继续写下一张, 希望爸爸回来。 又闭上眼。 许愿, 再睁眼, 直到一整盒的心愿券都用光。 他都没有回来。 门外有人在不停地敲门撞门, 但我却觉得屋子里安静得很。 电视关上了, 这个时间点平日里, 他应该在看夜间新闻。 我打开电视,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 电视里主持人们喜气洋洋, 恭贺新年的声音传出来。 城市里烟花爆竹炸开的声音, 此起彼伏。 我想起十八岁生日那年, 我爸在城里最好的酒店, 给我办了一场生日会。 我穿着礼服, 他替我挑的粉色水晶鞋。 第一支舞是跟爸爸跳的。 全程他被我踩得呲牙咧嘴, 但笑声一直没停过。 舞臂, 他在我额头上亲了一口, 小公主生日快乐。 好热闹。 爸爸, 新年快乐。 爸爸, 你等等我, 我这就来陪你。